小麗圓心性他說 猴持續上升 猴上升3% 柯下降3% 可以解讀為 金普聰強勢整合取得成效 柯文哲的下滑 可以解釋為性別議題 受到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趨勢 如果說再這樣下去的話 是不是真的柯文哲不會選了 反正他的隊友們都一直幫他出錯 其實說實話 柯文哲現在的態勢 我認為他其實應該會是蠻焦慮的 其實他一路以來 從六月 這個民調超過侯友宜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個非常強烈 他一個路線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流扣路線 就是議題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所以他其實不斷的在創造新的議題 當你在跟著他後面解釋的時候 坦白說也是有時候會有點吃力的 因為民眾最一開始的眼球 他其實是放在 你一開始把議題拋出來這個當下 可是你在後面解釋 尤其如果你解釋的不好 解釋的漏漏灯的時候 反而大家能夠接收到訊息會有限 這是柯文哲一路上來 民調上來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有兩個人 就是館長跟黃國昌 其實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這個兩支槍架在旁邊來協助他 大家有沒有印象中 其實有很多議題 一開始可能是館長或黃國昌 先拋出來柯文哲附和 那個議題就成為在媒體上面 跑出來的議題了 那這時候有時候在職任黨 行政部門就要在後面去做這些相關的解釋 可是我要說 現在柯文哲 我覺得他其實開始有點亂的套了 大家看 我們剛才前面講到說 剛才在我們節目上面有放 他讓他的媽媽出來幫他辯護 媽寶 坦白說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奇招 我真的建議柯文哲 乾脆請他媽媽來當 這個他競選的發言人算了 這個還要自己的媽媽 來為自己辯護 不是媽寶 我們想上次被叫媽寶的是誰 是洪孟凱 洪孟凱會不會叫郭素春委員 來出來辯護 他不是媽寶 當然不會啊 你要撕下媽寶的標籤 你就是要證明 我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我自己自立自強 我自己非常有主體性 結果居然還是叫媽媽出來 幫他辯護 坦白說 我自己看 我們是非常非常傻眼 我其實覺得現在柯文哲 可能處於一個亂的正角的狀況 但是柯文哲可能又會開始說 沒有我媽媽自己去上節目 我不知道 這當然是一個謊話 所以柯媽媽現在跑出來 包括我覺得現在 剛才說兩支槍 館長跟黃國昌生鏽了以後 他現在要再抱新的大腿 然後一度我覺得抱到柯媽媽 可是我覺得柯媽媽出來 這件事情 是絕對會讓他的媽寶的標籤 更撕不掉 甚至接下來這個標籤會跟著他 所以你是一個仇女的媽寶 又仇女又媽寶 這個其實我都不知道 雙標籤 這個柯文哲成長過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發生這個狀況 但我覺得這很有可能會讓柯文哲 我覺得民調確實陸陸續續會再往下 因為大家真的覺得柯文哲現在這種冷宵為的路線 第一個很難獲得民眾的信任 第二個他現在打了就跑打了就跑 我覺得大家也看穿這個人選總統的虛跟實 他的政策第一個非常的虛 第二個他的基本盤也不足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再觀察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當然小小恭喜國民黨 小小恭喜侯友宜 小小恭喜侯友宜 但我們接下來 當然我覺得民黨會做最好的準備 啦